这幅《刑草》的书法 是一首欧教授自己创作的诗 他在这张作品里 追溯他过去几十年的一些人生反思 是一种比较个人的经历 整首诗由头开始 书剑抛残五十秋 就是说他在过去的几十年 离开了我们中国的家乡 到台湾传播岭南化派 而下一句说到 台元千克托役州 就概括了欧教授的一生 这两句说到他去台湾 把艺术的种子传播到海外 令岭南化派的影响 传播到更加远的地方 中文字幕提供 南化派的影响 中文字幕提供